你想想 共产党在美国欺骗法官 欺骗美国司法部 他把美国人当傻子 你觉得美国早晚有一天 司法部不会查出来 吴征 瑞玛案子 还有城水岩案子 还有一个伯逊案子 还有海外欺民贼 跟共产党的勾兑毁害爆料革命七哥 你觉得美国人又查不出来 让邪恶永远行不成 你觉得美国要永远只能查 Hackenbazen 司法部第一腐败案 要遣返七哥 Elly Braydee Stephen Wynn 你觉得就查不出这帮孙子吗 所以他们这种无知 你知道这种愚蠢 他认为美国人是笨蛋 在他们心目中认为美国人都是笨蛋 都是傻子 可骗 可买 18年年底我跟FBI见面 我说如果你们不认为海外中国假的欺民贼 对美国和西方是危害的话 我说你们将付出代价 所以你像吴征这种登记在倩的特务 他弟弟自处在长岛有N座房子 你觉得能放过他吗 美国政府一定会查清楚 像李进进这样的律师 像王志军这样的人打着赵紫阳 胡耀邦基金会到处捐款 竟然替共产党卖命 帮中国共产党围猎 搞猎狐行动 你看到海外的华人现在 他们没有人意识到 即将到来的排华 反华的这种灾难的到来 全人类多少人恨中国共产党 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在人家国家享受着福利 待遇你还承认共产党的话 你的灾难已经到来了 唯一救你的诺亚方说不要你一分钱 就是新中国联邦 我们不要你任何东西 只是因为同胞想救你 而且你找那些欺民贼 伟类们 请你问问他们 你在外国几十年 为啥连饭都挣不起 你能灭共吗 有点常识 有点逻辑 什么叫正道主义 看透虚伪 放下执着 辨别真假 知道善恶 就是把人和猪狗分开 这些欺民贼连狗都不如啊 你看看七哥当年捐了这么多钱 没有一个人站住 替七哥说句话 全砸锅 你们这些欺民贼们 这帮王八蛋们 睡尽所有的中国逃出来 那些落魄的中国同胞女人 欺骗了所有男人 仅剩那几十块钱 老天会放过你们吗 一定是到了算账的时候了 我告诉大家 无论是普京 还是习太阳 还是普大帝 你看到 昨了二十年 十几年 人类在给他算账 他总是有算账那一天的 上帝会来的 只是在恰当的时间 恰当的时候 会惩罚这些坏人的 我相信 审判的时刻来了 我才能赞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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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